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 美国参众两院确认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联席会议 因现任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被迫中断 华盛顿不得不进入宵禁 在美国国会大厦内 中心社美国分社记者陈梦统发回一线报道 当地时间的一点的时候 国会这边是参议院和众议院举行联席会议清点选举人票 但是这个选举人票的清点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 有大量的抗议示威者冲进了国会 大概就是在两点钟的时候 我就发现警方关闭了国会大厦两侧的安全门 就整个国会大厦的一层全都关闭了 然后大概我们被撤离到国会大厦一层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非常响的打砸窗户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了一群示威者从我的前面破窗而入 然后我们就跟着往回撤离 接着我就整个下午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直在困在了参议院的摄影记者的办公室里面 陈梦统介绍示威者并没有统一的着装或口号 目前还不能从他们的言行中了解到他们的明确诉求 有一部分的示威者大概有十来位 他们在和警察进行理论 主要的诉求就是表达对于美国大选结果的一种不满 但更多的是一些情绪性的言论 你很难从他们的行为或者言行当中 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到底要什么 或者是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1月20号要使用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的礼台 也完全被抗议示威者所占据 包括我看到有人有抗议示威者 从众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里面 搬出了一个木制的讲台 包括有我们在摄影记者办公室里面等待的时候 也有抗议示威者闯进了我们的办公室 他们一边拿着手机视频 一直一边在开设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的这些人 然后开始询问我们是不是爱国者 陈梦统回忆 警方大约用了三小时才控制住大厦的局面 刚开始警力有限 大厦二层中央的圆形穹顶大厅和雕像大厅被示威者占据 当时的情况有点混乱 因为大量的国会警察的警力都布置在了国会的外围 但是示威者他突破了一两个区域 然后他们内部的国会警察是没有那么多的警力 在维持内部秩序的 所以当时更多的警察是堵住了一些关键的通道 比如说通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些入口 据媒体报道 暴力冲突期间 一名女性中枪倒在国会大厦地板上 稍晚些时候 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发言人称 这名女性在一家地区医院被宣告死亡 陈梦统说 此次事件对于美国而言 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事件 美国的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遭到警察的暴力执法之后 美国民众的一种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一个抗议示威 他的抗议示威的人数和今天我看到的特朗普支持者 在国家广场的人数是相当的 负责我们媒体协调的这位工作人员 他在国会有30年的工作经历 他跟我说 在他30年的国会工作生涯里面 他只见过有五个抗议示威者 走进国会静坐抗议 然后被警察请出了国会山 他到现在 他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 像今天这样的事件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当地时间1月6日晚8点半左右 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